来请听 遇见未来的你 在森林 我可以遇见美妙音符 在咖啡馆 我可以遇见美丽时光 在浩瀚珠海 我可以遇见伟大智慧 在游乐园 我可以遇见情情欢笑 当我们更想在空中 遇见未来的你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遇见未来的你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 领东好声音 张雅慧 遇见未来的你节目 每周五下午4点05分到5点 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彰化分台调频网播出 也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遇见未来的你粉丝专业 和我们一起闲话家常互动哦 遇见未来的你节目 是由领东科技大学 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合作直播 每一集都会专访各行各业中深耕有成的人 通过他们的现身说法 分享给大学青年们或社会大众 关于他们勇敢追梦 时间梦想及克服困难的过程 今年的暑假 我在学校上了几堂 就是那种深层式AI的研习课 我真的觉得 AI也太厉害了 无所不能耶 但是当然身为人类的我们呢 要下对指令也是相对的很重要啦 那真的深入多接触 AI能够运用的范围了之后 开始很担心未来学设计的人应该要怎么办咧 因为过去啊 要每日每夜做的图 现在一件就能够生成了 而且过去像影像要去个背啊 光跑个图就要跑多久 还要担心电脑跑不跑得动哦 现在完全不用耶 你下个指令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了 不过我更佩服的是这些教授 AI的这些人哦 因为科技的日新月异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他们这些老师可是要跟得上才行哦 那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要从AI浪潮谈起 那待会在金屋尾观察线小单元 虽然我们要谈的不是真正的AI 而是要来聊聊这些教授 AI等这些教育训练课程 那在梦想时区主题单元呢 我们将邀请一位神秘嘉宾 来分享他的指挨经验 每分每秒 白天黑夜 南弹球北弹球 梦想时区 In Time Aware 等着你 欢迎回到遇见未来的你节目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梦想时区主题单元 我是领动好声音张亚慧 那今天啊 很高兴邀请到 我今年暑假上了他的课哦 获益良多 所以我就决心要把老师请来节目中分享哦 那老师他长久以来呢 不断精进自我技能 靠口碑来闯荡教育界 而且每场课啊 上完了之后都有录影 可以回去温习 你看到他这样子的无私跟大爱哦 培育了无数的学子 我们来欢迎宏盛资讯工作室负责人 同时也是领动视传系的兼任讲师 廖树文老师来到现场了 我们先请丹老师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 教育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廖树文 廖老师 您可以透过树文老师这个关键字 找到我的部落格 YouTube频道 还有Facebook的粉丝专页和IG频道哦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老师 你看光听那个口条就是不一样了 廖老师我其实很好奇哦 因为您大学所学的专场啊 并不是设计或者是资讯的专业 那后来是因为怎么样的一个因缘忌讳 然后斜杠进入到了资讯多媒体的一个领域呢 我从高中时代就对电脑好像就蛮有兴趣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高中还特别利用暑假的时间 就到宏基的电脑去学习当时还是Dose啦 B2这样 你讲出这个就知道年代不一样 是的 现在很多学者应该听不懂了 什么东西 Dose是什么 对那时候学习中文输入法 对 那我进入大学时代之后 大姨就先从我们系上的这个电脑室来就是做管理 那到了大二之后呢 我就考进了我们学校电算中心当这个资讯的一个工读生 哦 那时候工读生要用考的哦 是的 哇 这么严格 那因为我进入的这个部门 它比较特殊 它算是做多媒体相关的 包括了这个影像的设计 然后也还有2D 3D动画 所以那时候学校还有一个这个电子看板 我们就每天可能都需要做一些作品 在这个电子看板上播放 哇 好特别哦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就等于一个工读的机会 然后接触到了这些专场领域 那也因为这样子而发现了自己的一个 兴趣 所以你大部分都是自费去自学比较多吗 有考取相关的一些征兆吗 就是除了在工作领域有学长带领之外 那我利用寒暑假 也到那时候重庆南路上的补习班 再去学2D啦3D的这些动画 那因为这是有兴趣是不是 对对对 哇 那也等于是说在这个自学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花了蛮多的 不管是金钱方面啊 还有心力也是耶 对对对 就是说其实有兴趣的事情 就没有工时问题 哦对 而且这学到了都是自己的 对对 自己的技能谁也带不走 对投资自己啦 是的 那后来当完兵之后啊 你就去电脑补习班上班了 那主要是教授什么样子的课程呢 呃一样都是就是跟电脑多明里相关的 嗯 包括呢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图像的设计 嗯哼 那网页的设计 2D动画 当时这个Fresh也很流行 对 所以我们也很认真地学了Fresh 嗯哼哼哼 好那到后面呢 还有3D动画 是 好像这样子 其实 呃一路过来 我觉得好像就是跟这个多媒体 嗯哼 相对就是比较有缘分吧 是 嗯哼哼 那你也是从那个时候发现到自己是适合站在台上讲课的吗 呃应该是说从大学时代 因为我在大学时代主修口琴复修电脑 这也太特别了 又不是音乐系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是我大学4年的写照 呃 真的没有很认真读书 嗯 嗯 是的是 哦 所以你是玩社团的人耶 哎 对 所以没有很认真读书耶 哈哈 那您很彻底的去执行那个大学的任你玩4年啊 呃 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们当时呢 这个同一个宿舍的大学同学 4位同学 对 每个都是不同社团的社长 哦 大家都玩得很疯 所以就义无反顾的玩下去了 嗯哼哼哼 哎这样很棒耶 到时候有要做一些软会 或者是说做一些什么的时候 刚好就可以集结你们这一间 这一间那个寝室的 就刚好有4个社的社长 一起号召一下你的社员 然后就可以办一个小型的一个发表会 嗯哼哼 好我们有国标社的 也有这个社服团体的 哦好特别哦 对对 那所以您那个时候是因为大学的 就是社团的这些的磨练 您其实是还蛮习惯性 站在台前的就对了 呃 是的 可以这样说 因为也要办活动 对 那很重要的 其实这些社团也好 或者是我们在电传中心 嗯哼哼 都还会有教学的需求 对 那我们从这些 就是经验里面 你自己就会发现说 哎 原来把一个人从不会 教到会 其实帮助了别人 也成就了自己 嗯哼哼哼 那我本身也还算是 有点耐心的 嗯哼哼 是非常有耐心 是的 老师上课的时候真的超有耐心的 所以会觉得说 哎 能够这样子 透过教学 把自己的知识 传播给别人 嗯哼 让别人 呃 能够受益 那我觉得说 哎 这个感觉 不是在于说 这个钱赚了多少 嗯哼 而是那那一份 呃 愉悦的心跟成就感 成就感 对对对 嗯 那后来又是怎么样的一个 因缘忌讳会哦 会到里农科大的 视觉传达设计系 当兼韧讲师呢 呃 那时候是我们 呃 视传系有位 许哲宜徐老师 嗯哼 帮我引荐给我们当时的 那个 陈建文主任 是因为老师他去上课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哼 刚好有机会认识 是 是去上电脑课吗 呃 是的 徐老师他去上电脑课 上到您的课 是 然后再把您引荐到 学校去了 是的 嗯哼哼哼 哦 是因为这样子的 因缘忌讳会 然后您就进入到领东 可是因为他上的那个时候 是上电脑的课程 可是您要进入到的 这个是视觉传达 它是属于比较平面 创作的这个部分 是有相关性的吗 呃 呃 当时 呃 也在发展 就是网页这一块 对 呃 视觉特效这一块 嗯哼哼哼 这也是我 你的专场 就是在专场 是的 是的 嗯哼 所以就 刚好有这个机会来 跟大家 认识这样子 嗯哼哼哼 哦那你这样子一交 应该 十几年有了吧 你这样就 透露我们的 哈哈哈 老师你这样 才十八岁啊 那也十几年 大概其实也才 二十八岁啊 哈哈 啊很好 感谢 那其实我 比较想要 请教老师 因为您在 业界授课有经验 就是尤其 你在外面的 补习班 可能教授的对象啊 都已经是 呃 在业界工作的 那些人哦 那您当回到了 学校 对于学生的授课 应该会有一些的 落差在吧 是不是有很大的 一个差别呢 在教法上面 是不是也要有所不同 其实的确 刚开始 转入到学校的时候 确实是 会有一些 也不太习惯 嗯 因为毕竟 呃我在这个 补习班 他们算是一个 比较短期 但是 对 再加上学生的 这个付费也不便宜 嗯 所以相对来说 他们的 就是 求知的动机 呃 不一样 嗯 因为他们就像 我们的职业训练一样 是 他们要短期塑承 是的 短期间 把这个电脑的技巧 练熟悉之后 那我们可能就要 进入职场 或者甚至 他们就出国 嗯 到国外再继续 进修 是 那这些呢 对他们来说 他们在时间上 会有比较压迫 对 所以说 他们会相对的 花比较多时间 嗯 在这些技能的 学习上面 嗯 那反过来说 学校 这边的课程 因为只是 同学们 众多选修课程的 一门 对 所以在这个动机上 同学并不会有 那么强烈的 一个需求说 我一定要把这门课 这个技术学好 嗯 他可能就是来 先了解一下 这样的过程 那 但是 在学校 其实是有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一般在外面的 补习班 由于是短期的 一个 比较密集性的 一个训练 素生班 是的 所以他们在这种 原本的一些 美学的基础上 事实上是没办法 太过 是 就比较长时间的 在去 是的 因为这种素养 其实还是要在 学校体制之下 对 才有办法就是 慢慢培养出来 那 我们的学生 在这样的一个 环境之下 他其实 有比较好的一些 基础的一个训练 嗯 那么 在学校里面 同学 我们就是要 跟他去做讨论 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那 慢慢的 跟他做一些 讨论 回馈 让他能够 把他的想法 付诸实现 嗯 可能就比较不像 我们在补习班 比较着重在 哎 技巧的分析 是 对对对 因为课程就是 有18周 在学校的课程 有18周 然后又要有 其中期末考 来检视一下 他的学习的 一个状况 所以老师 比较有办法 慢慢的去 叼他们啦 对 而且有一些的课程 是会有延续性的嘛 嗯 就不是只有 一个学期 或者是两个学期 这样子的课而已 对对对 所以其实 不同地方的一个 就是教学的形态 其实各有各的优点 嗯 那我觉得说 其实你只要适应一下 对 那也其实 都有不错的发挥 这样子 就是像 因才施教 哈哈哈哈 OK 我们还听到 这段的分享哦 那 那廖老师 也算是在 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发掘了 自己的兴趣 在哪里 并且去 钻研他 那印证了 不用很厉害 才开始 而是要先开始了 才会很厉害的 一个说法哦 那下端节目 再来听听 廖老师分享 他的讲师人生吧 在上一段的访谈中呢 透过廖老师的分享哦 让我们看到了 斜杠成功的经验 也因此造就了 补教界的人才 那在教课 很有经验的他 一定还有很多 值得分享的故事 那我们继续 再来请廖老师 跟大家聊聊吧 那老师 您为什么会对 翻转教学 情有独钟呢 我最早 大概是从 媒体和网络上 有接触到 这个可汉学 学院的萨尔曼 哦 好特别 对对对 那我们对于 他的这个 教学的理念 我就蛮认同的 而且他也特别推荐 一个我们 新竹在地的 浩学学习公司 他所开发的一个 弯弄翻转学习平台 嗯哼 那我就说 哎 既然 我们台湾有这样的工具 可是我们怎么都不知道 对 那我就从 这个平台开始使用 嗯哼 那一步步的 把自己的课程 教材建立起来之后 那再透过 就是他里面的 班级的群组 嗯哼 那逐渐的去实践 我们翻转学习的 一个理念 嗯哼哼 那老师 您现在的授课专场啊 比较偏向哪个方面呢 为什么会想要去 专研这样子的领域 呃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多媒体影像设计 网页设计 2D 3D 动画制作以外 嗯哼哼哼 其实这两年我也就是 很积极投入 AI的应用 嗯哼哼哼 对 就是我暑假向您的课 是的 是的 那其实 在前几年 我也开始在 3D列印 嗯 热转印 然后 AIoT 物联网的部分 嗯哼哼哼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个就很有意思 对 那再加上 我自己授课的 这个年龄层 范围比较广 对 从国小 国中 高中职 大专院校 推广教育 一直到 各个学校的 这个针对老师的研习 嗯 那我就会发现 每个年龄层的需求不同 是 那我们透过 解决大家的问题 嗯哼哼 自己又成长了 对 哇 所以老师 是因为这样子 想要 应该说 面面俱到 每个年龄层 都可以有 课可以上 的那种概念 就是要去符合 各个年龄层的需求 然后就 开设不同的 类型的课程 就对 是的 是的 我们 主要是以目标导向 嗯哼 工具只是 其中 你所选择的一些方法 对 那这些方法 我们可以 A加B B加C A加B加C 嗯哼 那你就可以创作出 更多不一样的一个 这个作品的发响 嗯哼 那像先前啊 疫情的时期啊 您所教学的这些的课程 其实很多都刚好运用的上 那时候有没有突然间很多人来跟您请益呢 其实有了弯弄翻转教学经验 嗯哼 确实在疫情期间真的帮助很大 对 尤其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多数老师都没有这种翻转教学的一个概念 没错 那又偏偏又遇到疫情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很多老师都非常的这个 呃应该可以说近荒思措 对 尤其开始可能要面对尽头了 是的 是的 不过说真的 即使我们以前在学校 我都会申请所谓的非同步教学 也就是我们能在学习期间 会找个几天几周的时间 就让同学在线上上课 嗯哼 可是真的没有想到 疫情一拖三年 嗯哼 那以前也没有整个课程 就是整个学习 都是在线上进行的经验 因此其实说真的 在这个期间 我也针对很多很多这些工具 有没有比较方便 比较好用的平台 嗯哼 来协助老师 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是 所以疫情期间 我也有很多的这个部落格的文章 或者是YouTube影片录制 那希望说 可以帮老师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些 教学上的一个问题 嗯哼 是 但是其实说真的就是 这些都是需要靠科技 来做一个辅助嘛 但是科技又日新月异哦 那您不就要一直不断的 与时俱进的跟进 跟上那个科技变化的脚步 跟人生一样 不断的在学习 嗯哼 而且其实我觉得 虽然疫情期间 造成了大家非常的不方便 嗯 但是非常多的平台 非常多工具 也在这个情境之下 好像感觉突然 很多以前我们比较不容易做到的 这些情境呢 现在都做到了 没错 对对 所以像现在疫情过后 老师们呢 呃 应该都已经很习惯 哦 什么是线上课 然后实体课都可以了 那现在的挑战 反而是在 混层教学 有人把这个称作 复合式教学 也可以 也就是我们 有现场的同学 还有线上的同学 那怎么样 可以同时照顾到 线上跟线上 这个是我现在 比较常进行的一个 课程的方式 因为我会发现到 老师现在线上没有问题 实体更是OK 嗯 可是只要是遇到 混层的这种情境 似乎大家只能照顾到现场 嗯 线上的同学 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 他几乎就只能 默默的在旁边观课 哦 其实 有没有在观课 还不知道呢 是不是挂在线上而已 这个也很难说 是的 因为他的参与感 相对会比较低 当然当然 这真的是在第一线的 教育人员哦 他一直 从了疫情之后 会面临到一个 很大的问题点 因为我们要照顾到 现场实体的 学生的时候 我们就不可能 一直去顾到 那个在 在电脑前 就在线上 电脑前 或是手机前的 那些的学生 他们学习的一个状况 而且他们也没办法及时 因为我们在做 互动的情况之下 相较之下 我可以马上的 看得到全班同学的 一个反应 可是在线上的部分 说真的很难啦 那我们要如何 这样子去做一个 混合式的 课程的上面的教学 真的是对于我们 现在第一线的 教育人员来讲的话 嗯 还需要再去 去学习 或是看有没有 其他更有效的 一个工具 能够来使用 那这部分就带 老师您再去发掘 然后来教授给我们 好 我们这段 廖老师的分享呢 听得出来 老师有教育人的 一个热忱 那对于这种 求新求变的事物呢 非常的感兴趣 而且也乐于 学习跟分享 那下端节目 相信一定 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当然也会请廖老师 给有心想要从事 教育训练讲师的 青年朋友们 一些建议跟鼓励哦 我们继续进行的是 梦想时区主题单元 我是主持人 领动好声音 张亚慧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 不断专研新科技 运用在教学上的讲师 廖树文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 他的人生经验哦 在上一段的访谈中呢 廖老师有分享了 科技变化的快速 他都要不断更新资讯 才能跟上新潮流的做法 真的是很不简单 那我们继续再来跟他聊聊吧 那我很好奇 老师您虽然很有 教学的热忱哦 但是有没有曾经低潮 或者是遇到 什么样子的瓶颈 然后有让您 小小的萌生了一下 想要转换 或是休息一下的念头呢 我跟所有老师都一样 我们绝对会有遇到 高潮跟理潮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说真的 教育现场的问题 真的很多 那我们虽然是兼任了老师 或者在不同地方上课 其实大部分的问题 可能都是出现在 可能跟同学的一个相处啦 或者是我们教学里面 教学方法 同学不能接受的时候 我们老师该如何的 这个自我调整 因为毕竟 要改变所有学生不容易 可是呢 改变老师的心态 调整老师的方法 我们比较容易做得到 没错 那这些呢 只是手法 路径 改变一下 绕个道 那把我们觉得 适合同学的东西 能够交给他 这就是 我想要给同学的 一个内容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们教学的部分啊 虽然可能 这个A方法不同 我们就换个B方法 主要还是要 教学都能够向掌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 教育的现场 做得更好 所以老师真的说 是还对于 那个教育是非常有热忱的 所以才想要这样子 在找方法 然后来解决问题 那我很好奇 您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运用网络啊 云端啊 来学习跟备课的哦 那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都能够处理 也因此你的时间管理 应该相对的就很重要了吧 那平时您都怎样管理呢 呃 我也会常常分心呢 老师也是人啊 是的 常常不小心就划过时间了这样 但是我确实觉得说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工具 来做自己时间的管理 可以让该做的事情 可以有一些推进 包括其实Windows那一件呢 就有很好用的这个 类似番茄中的工具 那另外呢 像我们的Notion 也是很多人使用的一个 笔记软体 对 用它来统筹我们所有的一些 工作的流程 代办事项 嗯哼 还有我们课程的一个进度规划 嗯哼 真的都是很不错的工具 这也是老师受课的 其中的一门课对不对 是的 又被你发现了 对嘿嘿嘿 我很认真在做功课 我都有去看一下老师 你到底开了哪些的课程呢 那上老师的课很好的地方 就是因为老师 他其实都会把整个的课程啊 录影下来分享给大家 能够在课后复习哦 但是其实我真的还蛮想要请教一下老师 你这样子刚开始要面对镜头 被录制下来 难道不会觉得哪里就是KK吗 或是不习惯吗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很希望 我去上课 我去学习别人的这个课程的时候 对方呢 也可以录影 那我回去要学习比较方便 那目前来讲 我自己发现说 很多老师如果都没有录影的话 我学习的速度并不是那么快的 那我就觉得 既然我的前面没有人 那我就先跳出来好了 所以我是从这样的概念来开始 把自己的教学影片录下来 当初我在录的时候 其实也是只有录声音 没有录老师的画面 所以你只要把声音录下来 加上我们电脑操作的画面 其实效果就不错了 但是我大概从 大概六七年前开始 我就发现 如果老师在录影的时候 可以把自己的画面录下来的话 因为它有个好处 我们录下老师的影像 同学在复习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老师的手势 看得到老师的表情 那这个对还原现场 有非常大的加分效果 所以后来我就很认真的 看着镜头讲话 开始当网红了 我觉得说 这个录下的品质 这样真的好很多 那同学等于说 他今天不管是有没有来上课 他都能够还原到 老师当时的一个教学情境 其实我发现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不只我自己受益 同学现在呢 他知道说 我不会的时候 我不用再问老师 我就去复习 过去的老师来教我就好了 而且是原汁原味的教你 也不会有没有耐心的问题 你要重看几次都可以 是的 所以以前 同学的这个教学回馈里面 有说 我比较喜欢录影 影片里面的老师 因为我要他 讲几次都可以 老师这样 会贪不值呢 这样就不会再有学生来 我就把你的影片 然后再继续拿出来 复习 然后别人不懂得 你看一下这段影片 这样子 会没人来上课啊 看起来好像老师 比较吃亏对不对 对啊 其实先有复苏 就有收获 就会有收获 对对对对 因为你愿意分享 就像在网络上 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文章 那么多的影片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 别人更认识你 所以反而就是 自己有更多的机会 对对对 可能听众朋友并不知道 但是像我自己 有很深的感触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那个 我们暑假七月份的时候 上一次课程 然后八月份的时候 有上一次进阶的课程 那七月份的老师 他一样就是 有带那个镜头啊 然后来做一个侧录 回去了之后 然后他开始 八月份带来的镜头 等级又升高了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 跟我分享了说 哎呦 你看我换了这个之后 那个更清晰了 是不是这样造起来更好 然后让看的人 更加的舒服 我想说 哇老师你也真的是 太认真了 那些所有的 都是老师自己带去的 不是我们教室里面 原有的设备 是老师自己都要提早 就是上课的时间点 他可能要提早半个小时 然后来测试好 这些的设备 而且他会帮大家都先 把所有的教室的电脑 都先把它测试 是不是每一台电脑 都能够跟他联动 我觉得老师 真的是超用心的 那像老师 我想请问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都还不习惯 翻转教学 或者是接受 AI所带来的一个改变啊 那对于未来的教育现场 您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其实就我们学习的经验来讲 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 课前预习 课中学习 课后复习 这是理想 可是我们透过像 OneNote啦 或者是其他平台 其实如果能够我们把 教材整理好 上课有录影 那就可以比较容易实现 这个过程 当然 所以其实 我不少课程 我都有历史教学影片 因为老师也是有点历史了 所以我会在上课前 就请同学 你可以先看看 过去的老师 怎么教的 那他们呢 在课堂上 又能够学习一次 课后呢 还可以再看看 当天的一个复习过程 那我们不可否认 并不是所有同学 都可以接受这种方法 可是呢 只要有同学愿意 他接受了这样一个方式之后 你很明显地看到 就是有某些同学 学得特别好 那这个时候 老师的付出就有代价了 是的 而且我上课的这些影片 我比较习惯的是 分段录影 分段标题整理 而不是说 整个课程就是 一段两三个小时的影片 你自己回跟他 边看边找 对 这样反而就辛苦了 嗯哼 所以上我的课 最大好处就是 可以随时回到过去 没错 好 我最后想要请廖老师 给有心想要从事 教育训练 讲师工作的 青年学子一些 建议跟鼓励 好 如果您也对教育有热忱 那我非常欢迎 就是可以一起加入 这样教学的行列 那记得有热忱 然后愿意分享 立他共好 好像也符合我们108克刚的精神 这样大家整体提升起来 就会更好 真的 老师很会 好 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对翻转教育 充满着强烈的热忱 而且经常勇于尝试 最新的教育科技 希望能把最新最好的工具 介绍给在教学现场的老师们的 廖树文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他教学讲课的经验 谢谢老师带领我们认识新世界 那期待未来能持续上到老师所教授的 更多元的课程类型哦 我们一起教学相长 为教育奉献 节目进行到这边 也到了尾声 非常感谢廖树文老师 烈烈分享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遇见未来的你节目 每周五下午四点零五分到五点 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彰化分台调频网播出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由 领冬科技大学 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 合作直播 感谢你的客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